大家好,我是爱说话老王 这个再给大家带来一个海外的评论 是有关于EUV和光量子芯片的相关的评论 听起来有点让人感觉到毛骨悚然后背发凉 这是一位美国NGO量子化科学 以计算机研究学者的研究博客 标题是 当我们正在庆贺EUV-7的胜利的时候 中国人的光量子芯片 从背后杀了过来 好嘞 这位教授也是美国的一个NGO NGO就是美国的一些机构 这些机构干什么的 我不用多解释 他写了一份报告 这个报告里面 阐述了一下 他现在对EUV 以及中国正在搞的量子芯片的对比 大致上介绍一下目前的情况 而且他觉得令他很担忧 怎么说的呢 咱们听一听好吧 正当我们不断的欢庆 EUV-7 这种技术卡住了中国人向前 飞速迈进的移动终端科技的时候 正当我们在为我们的EUV高端刻录产品胜利 感觉到欢庆的时候 我们没有发现 从我们的背后伸过来一只带有寒光阴影的宝剑 它就是中国人已经开始试制的进入小批量实验性的量子化芯片 化铁防线 这是由中国人自行研制的量子化芯片 而在量子计算机的过程当中 中国和美国都有自己的特色 以及相互的竞争 就在2018到2020年期间 中国的一位金星的教授 研发出一种三维立体量子光子DPS的堆战技术 而且发明了飞秒激光垂直切刻 化交科学解释一下 这个飞秒我查过一下资料 好像说是一秒钟的一亿万分之一 你自己除一下吧 一秒一亿万分之一去除一下 就这么快 当时我们还一直认为 它的这种所谓的堆战性科技 不过也就是只能将光量子的数量 从原有的113个扩弧 中国的9张量子计算机的水平 上升到2400到4800个水平 距离百万级纯商业化多领域多环境的量子芯片 还相差甚远 而且这位金星的教授随后自己建了一家叫做量子公司的公司 只要他将这种公司投入的市场 对于美国来说 资本能够淹没一切 在中国可能其他不是没有国界 而只有一个是没有国界的 那就是资本 资本可以吞掉所有的这种年轻科学家的生命 但是后来的事情让我们更加感觉到扑朔迷离 就在2021年的年初的时候 中国侵华大学的一支团队发现了一种新型的光源 但中国人对此进行了严格的保密 在以前2018年 中国人曾经向美国的科学杂志 以及英国的自然杂志提供了相关的报告 这使我们了解到中国人研究量子计算机的进度与发展 那位金姓教授今年已经开始开发一个叫做 可商用性量子计算机云终端系统 这种系统一旦开发完毕 会对我们的EUV有什么样的冲击呢 待会儿 EUV主要是一种低纳米激光贯克技术 它主要是应用在硅基芯片的 各种刻画理论上 现在中国人达不到这么高精度的水平 也就是低于7纳米以下 中国人最近突破了28纳米的这种技术 不过这只能算作是DUV 算作是一种简易型或者是中端型的刻录 而对于真正高端的EUV 中国人应该还有很长的时间要走 可是他们表面上集中了大量的力量 正在向我们展示 他要突破14纳米的这个关口 中国的中芯公司虽然可以设计 制造自己的14纳米CPU 但是他的光刻机的这个工作 仍然是需要我们的设备来完成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中国人只要在硅基芯片领域里面 按照摩尔定律的规则 他就难逃我们的EUV系统 不可能跑过这个系统 所以我们带着非常自信的自豪感 面对着中国这个即将失败者 可是没有想到的是 他们从背后伸过来这把寒光淋淋的宝剑 这就是量子芯片 就在今年初的不久 中国的一家具有军工背景的学院 开发出第一款可编程类量子芯片 而且开始试制 速度之快 效果之高 让我们都感觉到无可伦比 而且这些东西 中国人是不会向外撰写报告的 特别是这家与军工背景有关的学院 他们的研究中心 专门研究高科类型的芯片结构 这一次他们的目标 就是要绕过我们的EUV体系 绕过EUV-7这样的控制器 它正在实现自己的小规模试验型 可能会在今明最多三年内 开始进行小批量量化生产 现在面对我们的只有一个方案 那就是调动所有能调动的力量 在体系环境上来扼杀中国这种量子化芯片 这种量子化芯片应用于云端平台 是它最简单的办法 因为它对于一种浮点运输来说 目前还达不到相应的浮点运输 规机芯片的能力 这是由于量子技术发展到现代的一个缺陷 并不是因为中国的能力问题 所以在我们看来 它会利用这种云终端的平台 进行二次辅助运算 举个例子来说 例如中国华为的手机 中国华为的手机 可以创造8到14纳米的芯片 但这种芯片经过测试 可以说它的浮点运输能力 对比美国款式的芯片的设计能力 还有很多缺陷 但是如果有了这种量子计算云辅助平台 它可以通过华为自身高速传播的5G系统 将其运算数据秒间传入系统 再由平台进行辅助运算 转回到系统的CPU 这样就统于华为手机将拥有一个体外式的辅助CPU运算 这完全高过所有现在我们已知的任何一款移动手机终端 这是一个令人非常可怕的模式 但是想阻止这种模式最终的成型 也是非常困难的 另外一个就是这家具有居用背景的大学的计算机芯片中心 他们今后会逐步的将量子化产品的芯片推向市场 再找第三方中国公司进行合作 大批量规模化生产 最终能达到将我们所有现在的规划体系的各类辅件全部清除 这就是中国人狠狠地从背后伸过来的那把宝剑 除了它的基因芯片以外 还有它的碳基芯片 再加上已经基本成型的这种量子化可应用化芯片 现在对待它们的手段几乎无法对抗 因为EUV控制不了量子化芯片 它们两个的制造结构截然不同 这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遗憾 快点快点吧 哎呀 这位美国安杰伯的教授啊 这个从文章里面就能看得出来啊 这个可以用一句歌词来说吧 那就是甚至开始怀疑人生了 这个怎么说呢 这个量子化芯片啊 在这个前面一段时间啊 在咱们的互联网上遭到了很多啊 互联网的这个啊 科技号们的狂喷 骗子啊 流氓 无耻啊 对吧 你们都可以去找 我不用多说了啊 现在来说呢 咱们官方已经几次公布了 而且这一次呢 也是正规官方局道公布的 但是呢 没有向欧美国家的科技杂志提交多门 以前的我们像这个金 他说的这个金教授 我查了一下 他是这个潘教 潘院士 咱们著名的潘院士 知道吧 那样子之神 这个潘院士的亲传弟子 他们原来都写报告 给美国科学杂志 给美国记得你杂志 给啊 这个国内学术嘛 干过这个 他都知道啊 没有那个东西啊 职称怎么拿 对吧 我就别说说了啊 所以呢 美国那方面的 通过这些学术报告 很清楚中国前面 发展量子集团机的 这个速度 包括我们的九张 九张是113个 那个DPS 比那个IBM的 多了大概20个 IBM的才 大概也就八九十个吧 这个 而这个金教授搞的这个 三维立体化 这个芯片 也是这个光量子芯片的 是2400个 官方记录是2400个 它是三维立体的 一下子就翻了几百倍 按照国际上通行的 这个理解方法啊 这个光量子芯片 要想达到 普通民用商用啊 全方面商业化 可能需要百万级 还有环境的多变化 所以这个方面的路呢 要算起来 那可能几十年 所以现在呢 中国人的脑子就是这样 中国人遇到问题 就绕圈走 是吧 这一问题解决不了 现在我不会跟着一棵树调子 中国有这个话 我就会找一条这个 另外一条罗马大陆啊 条路通罗马 欧美人呢 就是就就就就 就这棵树 我就顶死你算 这这就是 我这 以前就告诉我们 这是一个 一个说法 中国人不爱 公关 虽然不是说我们不刻苦 而是说我们在公关的过程当中 会找出来很多应对的手法 呃 而欧美人的脑子比较直线啊 他可能就一个手法 看不过去 我先放下 现在IBM和这个谷歌啊 这个呃 这几家美国豪庭公司啊 都因为在这个光子树上遇到了困难 所以就都是在暂停或缓慢的前进 都是属于在逼近商业化 但是距离商业化遥远无期 比这个金教授的这个2400啊 相差甚远 几百倍以下了 那都才几十个百 连连咱们的那个 九张都不到那个水平 九张123嘛 他们连水 九张的水平都不到 而金教授的这个芯片 呃 就咱们咱们金教授的芯片 这个光量子芯片是2400 而这个 他们刚才说的这个 跟军方有关大学的那个计算机的芯片 那个芯片大概是在 啊 那个数啊 对吧 你就明白就行了啊 所以呢 啊 这个啊 这个美方很不高兴啊 后果不知道严重变重啊 老王也不太清楚啊 这个美国很生气嘛 啊 听听这下面的欧美网友怎么说吧 看看他是如何生气的 上了一个 美国的网友 挺好嘛 在这个时代 就是这个样子 你总是想灭亡人家 人家缓过手来 就要躲开你的灭亡 最后把你灭亡掉 这就是真理的存在 什么话 然后又一个美国网友说呢 虽然听得不太明白 感觉到有点神奇 不过中国朋友干的很不错 我们上面的那些人脑子都是有疯病的 不要理他们 该干你们的事就好好去做 一个欧洲网友说呢 看起来这件事真的不好办了 EUV已经对中国人来说不算是门槛了 这个就让大家非常的恼火了 然后又一个这个欧洲网友说呢 我觉得教授的有一句话说的很好 就是用资本 我相信没有人会对资本产生反感 就算是再聪明的中国科学家 他也会喜欢资本的 我们用资本砸死他 聪明 然后又一个这个 德国的网友说呢 还是面对现实吧 现实就是中国人已经超过去了 而且超的速度太快了 真的像他们正在研究的量子计算机 而且他们的碳基芯片体系已经成型了 这些体系摆在我们的面前 马上又要面临着他们申请完的六计专利 在新时代的科技大潮之下 好像一切都是中国人的 我用句不应该让你们感到高兴的话 告诉你们 兄弟们 我们屈服吧 怎么叫屈服呢 你要挺起腰杆 勒紧刮带 吃着美国的草 怒视着中国的粮 这才是你们欧美人的精神 话题话题 又一个这个英国的网友 看来应该是这样 伦敦大学这边也在搞这个量子实验 但是几次真的不成功 我们碰壁都是碰在八十几个数字上 而中国人的九章已经超过了一百一二三 在看这篇报告的时候 它已经超过了两千四 要是这样的话 我看真的没有太大希望 不过我看现在还有个几年时间 可以卡卡中国人的脖子 让他们感受一下最后的耻辱 让一个法国人说这个英国人 楼上的你真有意思 难道非要最后搞得 我们自己都没有面子吗 到最后我们还要向中国人 弯腰下跪 屈膝投降 那样的话你就觉得很好吗 那样的话 中国人难道不会对我们报复吗 我看前面那位朋友说的对 还是屈服吧 现实摆在这里了 画条红线 法国人对于屈服来说很正常 然后又一个这个 德国的网友说的 并不是说我们想屈服 而是事实摆在这里 他们的技术走得太超前了 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快 对于我们来说 德国人最擅长的是机械 我看今后和中国人的 稀奇化配合起来 才是世界上最强悍的东西合作 然后又一个德国人说呢 你没听到我们的某个官员说了吗 他说以后要离中国人远点 中国人赚钱太狠了 会把我们也拉进去 又一个德国人说呢 他是个傻子 你也是傻子吗 这什么话呀 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当傻子 还是按照正规程序去做 是吧 然后一个英国人说 都怪以前闹的那些事啊 其实局面不应该闹成这个样子 现在想起来也真没有办法了 看来EUV-7 是扛不住了 我看真的说还是跟他们合作吧 好吧 这个合不合作呢 自己想吧 EUV-7这个玩意儿 在中国人看来 就是个时间长短的问题了 对吧 有没有他呢 我们现在想办法 已经有了量子进行器的解决方案 那个东西出不来 后面这个量子云一出来 弄了一个体外运算 你自己想 好吧 反正报告里也是这么说的 支持老娃呢 长按点赞 我推荐 这有点长啊 有点那个念的比较长 好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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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